我要再次重申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 這八個字 我們不會接受北京當局 以一國兩制 矮化臺灣 今天 我站在這裡 是以無比的感恩的心情 再一次的承擔臺灣人民交付給我的責任 我要謝謝每一個在防疫初期 在藥房門口排隊的臺灣人民 謝謝你們的耐心 謝謝你們對政府的信任 是你們讓全世界看到 臺灣即使在最不安的時刻 也能夠保持公民的美德 我也要謝謝那些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人 謝謝你們展現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 成就了臺灣防疫的成功 我們今天現場有許多各國的使節代表 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 許多國家也都在關心臺灣 你們看到的國家 有一群善良而堅正的人民 不論說在多麼艱難的環境中 依然能夠靠著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團結和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感 克服挑戰 路過難關 從一月到現在 臺灣連續兩次讓國際社會驚豔 第一次是我們的民主選舉 第二次則是我們防疫的成績 臺灣出現在全世界的各大新聞媒體上 臺灣也寫在我們一箱又一箱送往國外的物資上 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向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除了分享光榮跟喜悅之外 也能夠體會自助助人 自助人助的精神 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 我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 這次疫情對全球的衝擊既深又廣 它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的秩序 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跟消費的形態 甚至也改變了國際社會 對臺灣和周邊情勢的想像 我要請所有的國人同胞做好準備 因為接下來還有各種的考驗跟難關在等著我們 我說過 我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給各位 所以在下一個四年 在產業發展 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 民主深化 這四大面向上 我也會超前部署 讓臺灣脫胎換骨 我會帶領臺灣影響未來 我們在2016年啟動的經濟發展新模式 致力讓臺灣的經濟走向世界 四年來 國際經濟的巨大的變局下 臺灣不僅挺過來了 經濟成長更回到了四小龍的第一名 股市萬點也成為常態 未來四年 我們面對的是全球經濟更劇烈的變動 和供應鏈加速重整的局面 我們將秉持穩定中追求成長 變局中把握先機 持續地落實前瞻基礎建設 造圓投資等重大的計劃 來鞏固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 在產業發展方面 我們更要抓住時機 在五加二的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 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第一 我們要持續強化資訊 跟數位相關的產業發展 第二 我們要發展可以結合5G時代 數位轉型 以及國家安全的資安產業 第三 我們要打造接軌全球的生物 及醫療科技產業 第四 我們要發展 軍民整合的國防級戰略產業 第五 我們要加速發展綠電跟再生能源產業 第六 我們還要建構足以確保 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及戰備產業 我要請所有的產業界的朋友放心 政府不會讓產業孤單 在未來的幾年 我們有幾個主要的策略 來發展帶動產業的發展 首先 我們要將國內的需求 作為基礎的能量 來帶動產業發展 在這一次的疫情中 口罩等防疫物資的戰略需求 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就是最好的例子 未來 我們也會視各產業的規模及條件 組成國家隊 藉由政府對內部需求的保證 建立台灣品牌的全球戰略物資的製造業 並且拓展到其他市場 未來我們會採取更靈活的金融政策 持續的改革金融體制 運用更多元的金融手段 來協助產業的資金需求 政府將致力於維持完善的公衛體系 兼顧著國家安全體系 穩定的社會 良好的法治 以及健全的市場 接下來 我們也要持續的引導產業布局全球 和美 日 歐洽簽貿易 跟投資保障協定 我們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 也會積極開拓其他有潛力的市場 台灣要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就必須匯聚各方的人才 我們將在雙語國家及數位領域上 培養更多的本土人才和精英 讓產業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產業發展的同時 我們不會忘記社會安定 過去幾年 我們把長照2.0 誘託照顧居住正義的問題 一個一個補起來了 未來的四年 我的目標就是要把這張網 做得更綿密 接住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盡量不要讓遺憾的事情再發生 首先 我們要更強化健康跟防疫安全網 結合產業 在疫苗和藥物的開發 以及傳染病防治的領域 有更多的突破 接著 我們要把社會安全網的漏洞補起來 這幾年來 有幾起 思覺失調症的患者 相關的治安事件 引起很多的討論 我會強化社會照顧體恤 讓第一線的社工能量能夠提升 把過去社會安全網沒有接住的人找出來 司法和行政部門 應該要檢討制度 優化制度 該修法的地方 就應該要著手修正 在國防事務改革方面 我們有三個重要的方向 第一個 是加速發展 不對稱戰力 將著重機動 反制 非傳統的 非傳統的不對稱戰力 第二 是後備動員制度的實質改革 第三 是改善部隊的管理制度 年輕人 從軍出現適應上的問題 反映出社會的轉變 跟軍中的管理制度的落差 我們必須把落差補起來 不要因為制度的不周全 影響了社會對軍隊的觀感 我們積極的參與各項 國際重大的議題 包括反恐合作 人道救助 宗教自由 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重要的 全球議題 在這次的國際疫情中 我們在能力範圍內 對國際社會展開了無私的援助 受到了高度的肯定 我們會持續的努力 也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 我要再次重申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 這八個字 我們不會接受北京當局 以一國兩制 矮化台灣 我們也會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憲法 與兩岸關係條例 來處理兩岸事務 我會堅持原則 我也期盼 對岸的領導人 能夠承擔起相對的責任 共同穩定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 未來四年 除了國家建設的工程 政府體制的優化 也是非常的重要 立法院即將成立修憲委員會 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攸關政府制度 以及人民權力的各項憲政體制改革議題 能夠被充分對話 形成共識 今天我們的現場 有很多防疫英雄 我們有口罩 國家隊的上中下游產業成員 請站起來給我們看一下好嗎 謝謝 請坐 謝謝 我們有疫情指揮中心的公衛團隊 請站起來好嗎